五千年的中华美食文化享誉世界 但近些年的恶性竞争 以次充好严重影响了中国食品业的发展 我经常说 我们帮助中国的食品企业走出国门来到美国市场 是在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最严格的 最现代的食品管理体系 是中国传统企业的一次升华和新生 巨车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客户 他在南方的福建知名度非常的高 但是他在北方还有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 很多的华人还不太了解他 我们专门会跑到亚特兰大的绿色海洋实体店 来选购产品 我们主要能做到的就是我们在原产地拿到最优质的一个产品 然后带到美国来 美国的华人他们更加注重的是原产地的品质 然后他的一个生产环境 他的一个企业的生产环境 这边的华人呢 那更加了解到这个绿色海洋出来的产品 它是最好的产品 当我们去采购产品的时候 我们对于产品是非常注重的 然后有一款产品 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它在国内它没有什么太大的致病度 因为它这个市场太大了 竞争者太多了 在美国这一边呢 就是说它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一块 它就是无公害的 每年只采摘一次 明前只采摘一次 这就是它的一个卖点 对我们来说是可以吸引人的 很多人我相信在美国 就是都觉得 我想买好的茶叶 我去哪里去买好的茶叶 让大家更加知道了 连江县有个长龙茶山 在美国这样宣传 被国际市场所接受了 是美国其他种族的人 他们会到我们绿色海洋来 我的弟弟说非常好喝 他的朋友们来的话 他要跟他们一起喝 真的是非常好喝的茶 长龙绿茶非常好喝 我的名字是Yong Son 我从Vietnam 我住在美国 我非常喜欢 食物 茶 海洋 我非常喜欢 吃了还想要来 来都不敢进来 因为每一次来都是买很多 我从他一开店 我就过来买了 每样东西都是好 都是家乡的味道 蛮好的 在别的地方你买不到的 这个儿分贪然 是我今年最大的发现 因为我来到美国 十几年都 都 都没有吃到这么好的汤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次经过亚特兰大 然后路过这边 进到这边 无意中看到这个汤圆 然后我买回去 吃一下觉得太棒了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有那个芝麻味 花生味 然后在煮的时候 还有它配送了香蕉的香味 我们针营绿色海洋 为合作伙伴打开了一个非常巨大的 非常规范的国际市场 为企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感谢合作伙伴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也深知国内企业 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 有句话说的好 前路满满 寒风凌冽 换个方向 风和日丽 扭岸花明 绿色海洋 Green Ocean 绿色海洋 Green Ocean 加油 自己男产品 加油 以渡 Leuten